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不知不觉香蕉超人Vlog已经第五集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今天这场排局是在第四集后的第二天参与的 而且今天会有两位美女选手 其中一位就是第二集 与我们连续交手四拜的底池的女中豪杰 并且在今天这集影片的最后一手牌 我还特地录制了一首两位美女选手交战的大底池 只能说女人发起很难就没男人什么事了 那我们今天的初始买入依然是10K黄色10 绿色100红色1000 让我们开始排局吧 OK依照惯例先给大家来一首开胃菜 这把牌是我在CO位置拿到的一个A10不同色 Open80只有Button的大律师跟注单挑 翻牌是K圈勾两个红桃四层相识 是的我们又中了一个天顺 那在这个可打可过的翻牌 考虑到大律师最近的游戏风格 我选择直接下注 打了一枪199 大律师跟注 随后转牌来了一张叠牌圈 确实不是很喜欢这张转牌 考虑到我们手上有红桃A的阻挡 那在这个转牌我还是比较放心的选择了前卫先过一手 那大律师随后的行动也是过牌 一起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来了一张红桃8 牌面是形成了三张红桃 虽然不是太担心对手有铜花的组合 但是我们在不立位置的行动也确实让人很难决定 最终我选择下注了260 在我们下注之后大律师秒高 差点以为我们小了 幸运的是 在我们秀出A10之后 大律师秀出了圈九 我们获胜 不过大律师的圈九在转牌没有下注 也着实让大家惊讶了一把 看来接下来的游戏可能会逐渐艰难化 今天的剧本总是这么惊人的相似 这把牌没有翻后 只有翻前 我在大忙位置的起手牌是AK方片同色 需要注意的是 这把牌是有double straddle到80的 也就是说 就算是我的筹马后手 也就100个straddle多一点点而已 所有人弃牌到我之后 我看了一眼我后面的straddle 和double straddle的后手 分别是3000左右和5000左右 那我这边的AK同色 是完全支持翻前打光的 于是我先选择open加注到330 很快 我下加的straddle 也就是上次A圈与我们跑马的美女选手 选择随bet到了830 double straddle7排后 行动回到我这边 那我这边的行动就非常简单了 只要喊出德州扑克中最有分量的那个单词 all in 就可以了 在我推出all in之后 美女选手也再次陷入了场考 因为这是比较随意的朋友举 他也是将自己的手牌 又是A圈说了出来 寻求在场其他朋友的意见 不过这次 他最终选择了弃牌 虽然没有跟注 我们这把牌还是收到了800多的死钱 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吧 没错 大家喜闻乐见的一集一次的饭病时间又到了 这把牌之前的行动是 Hijack Limp 专位挤压到200 大忙跟注 我是Straddle 手牌是78方便 也选择跟注 Hijack跟注 四人抵持 翻牌是752彩虹面 还算是对我们不错的一个翻牌 我们击中了一个顶对 后门花 后门顺 在全部选手例行过牌后 翻前激进者也选择了过牌 四人继续一起看转牌 转牌的掉落是一张方片K 使我们的牌型增强到了带对听花 但同时 这张K也更多的击中了翻前激进者的一个翻牌过牌范围 这次在全部人过牌到专位之后 专位选择下注了400 大忙跟注 那我们这里可以加注 也可以跟注 而我选择了跟注 至于跟注的理由 我一会再说 在我跟注完之后 我下家的美女选手竟然又又又再次陷入了参考 表现的非常纠结 这边也可以提到刚刚我为什么选择跟注 原因是在轮到我的时候 我下家美女就已经表现出了一副对底池不感兴趣 要弃牌的样子 但是这边我只能说女人心 海底针千万别猜 这不我又猜错了 在他纠结了好一阵之后 还是选择了跟注 继续四个人看合牌 最终合牌是来了一张方便石 我们的花到了 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诡异行动的四人底池 我在合牌也着实不敢做什么行动 选择继续过牌 随后美女选手与专卫也都选择了过牌 那面对这样子的行动 我也理所当然觉得自己这里的铜花大了 并且很自信的绣出了我的八花 但是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我下家的美女选手在这个时候绣出了圈三方便 是的 他拿圈三方便在翻前前卫Limp 并且在转牌如此纠结的跟注之后 在合牌也并没有下注 而此时我的脑中却崩过了一万头羊驼型生物 算了 我们也不过多纠结刚这把牌了 生活还是要继续 这里我们在lowjack位置拿到了一手A圈不同色 在我右手边玩家Limp之后 我在这里选择加注挤压到120 之后的行动是小盲靠 Limper靠三人底池 这边再说个题外话 小盲位的运动员 是今天这场牌局的另一位美女 她戴了一顶鸭舌帽 我们就称她为帽子美女吧 这把的翻牌是来了A84两个方片 我们击中了一个顶对A圈的踢脚 并且没有阻挡任何方片 在前卫两位选手过牌之后 我在这里选择试探性的持续下注了130 只有小盲跟注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9 是一张挺干净的转牌 这里我推测帽子美女的范围 应该集中在一些AX 尤其是方片AX 以及一些纯粹的方片铜花听牌 当然也包括一些set或者89两对 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整体范围 我们的A圈在转牌 还是可以继续下注的 因此在帽子美女再次过牌之后 我再打了一枪600 在经过一阵思考之后 帽子美女选择了继续跟注 最后关键的盒牌是一张草花K 这张草花K并没有改变 帽子美女范围的牌力分布 我们的这个A圈 在这个盒牌的范围胜率 相对于转牌来说 也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因此在帽子美女继续过牌之后 我在盒牌打出了第三枪1500 在我打出1500之后 帽子美女也是同样陷入了纠结 面对对手的纠结 我算是基本放下心来 有现场游戏经验的观众朋友 也一定知道 这里对手气场放松下来 并开始纠结就基本排除了 有比我们大的牌的可能了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就在最终帽子美女选择跟住 我们自信的秀出A圈之后 他也秀出了A圈 平分底持 唉 再次无奈 接下来的三把牌 我把它们统称为 我与教练的恩怨情仇 第一把 我在Lowjack起手 K勾不同色Open巴时 教练在我左手边选择平call COcall 其他人弃牌 三人底持 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这里可能有细心的观众 已经发现 本来我左手边做的是美女选手 现在怎么变成我教练了 那是因为 我们这个朋友举 实行的是 每一个小时抽一次牌 抽到最大的发牌一个小时 所以在这个阶段 美女选手化身性感核观 那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性感核观 会发出怎么样的故事来吧 性感核观发出的翻牌 是圈勾舞两个黑桃 在这个多人底持 我第一个行动 确实好像不是很适合 在这个情况做持续下注 那就过牌吧 在我过牌之后 教练和CO也都过牌 转牌是来了一张红桃7 使得牌面形成了一个双花面 那在这个转牌 我选择下注了180 这个时候我身后的教练快速 加注到了600CO器牌 行动回到我这边 我们不妨也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里教练的加注范围会是哪些呢 首先价值范围肯定包括5577 以及57 其次炸虎范围则包括一些黑桃7X 5X以及一定量的红桃或者黑桃的顺花双抽 因此我在这里面对这个加注 还是先call了下来 一起来看合牌 性感的合牌是一张性感的方片漆 就如同我在转牌分析的那样 这张性感的方片漆 虽然减少了教练77的组合数 同样这张方片漆 也使得教练这边所有黑桃7X反超了我们 在我合牌过牌之后 教练打了一个小半池700 我骂骂咧咧的选择跟注 然后骂骂咧咧的选择埋牌 教练的手牌是黑桃7X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一个double straddle底池吗 那把牌我在大忙拿到了AK 这把又是double straddle底池 我还是在大忙 我又拿到了AK 但是这把与之前不同的是 我并没有选择open 而是选择了补齐 教练补齐 double straddle过牌 三人看翻牌 这边再插一个题外话 在我补齐之后 教练在补齐的时候也是骂骂咧咧的 说着 我这个补齐范围太强了 巴拉巴拉巴拉 哎 这就是对彼此范围过于了解不好的地方 那这把牌的翻牌是K10勾两个黑桃 连接性非常强 非常潮湿的一个翻牌 那既然我这个AK在翻前选择了补齐 那在这个翻牌 我也是选择了先过牌 教练也过牌 随后double straddle选手下注了120 我call 教练call 三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三 挺干净的一张转牌 但是大家都没有下注 都是选择了过牌 最后 合牌是一张黑桃K 我在这边虽然增强到了明三 但是由于这张K是第三张黑桃 同时身后还有两个玩家 我还是保守的选择了先过牌 随后两位玩家也过牌 我秀AK 教练也同样骂骂咧咧的买牌 并说着我就知道 那剧情至此 我们也即将迎来这场牌局的一个小小的高潮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OK 这把牌 我们在合牌之前的行动 先做一个简单的带过 在翻牌前 Logic Open 100 CO Call 我在庄位拿44 Call 教练在小忙 Call 四人抵持 翻牌是勾巴巴两个红桃 行动是全部过牌 转牌是一个红桃3 行动也是全部过牌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合牌来了 它是一张黑桃4 那这边我们先暂停一下 我想问问这边有多少观众朋友 也是有在关注并且观看 哈斯勒高额现金桌直播的 是否记得几个月前 有一手牌是盖哥和碟缆的合牌交战 之前的行动和这把牌也是非常类似的 那把牌盖哥最终跟住了碟缆合牌的加注 并且被点缆非常没有礼貌的slow roll了一下 那在这把牌的合牌 教练在前卫率先下注200 CEO跟住之后 我是选择加注到了1200 在我加注完 教练还在思考的时候 我一度就在想 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应景slow roll一下呢 但是想归想 我个人以前没有slow roll过 这把牌也不会slow roll 以后也不会slow roll 观看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平时游戏也都不要slow roll哦 因为slow roll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那这把牌的最终 教练也确实跟住了这个加注的1200 并且在我迅速秀出44之后 再次选择骂骂咧咧的埋牌 在教练埋牌后 我们也是聊起了盖哥和迪然的那把牌 并且在欢声笑语中进入了这场牌局的尾声 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是这把牌 已经进行到了翻牌 在视频的开头 我就和大家说会给大家带来两位美女选手的战斗 在这里翻牌是57k 翻牌前的行动是帽子美女Limper 另一位美女加注 帽子美女跟注 翻牌上是帽子美女零打一枪之后 美女选手选择加注 随后帽子美女又随bet到2000 最后美女选手选择all in 帽子美女跟注 那最终大家也看到 我右手边的美女选手是K7两队 而帽子美女是AK 两个人决定只发一次 这个时候高潮来了 转牌就是一张A 帽子美女独吞这个6000多的大底池 好的 那经历了刚才两个小小的高潮之后 今天这集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啦 这中间我有拿到一首AA 收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之后 今天的水位是水上800 那喜欢这类型影片的观众 别忘了点点订阅哦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